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不少研究机构此前在2024年初普遍预计谷底已过,市场将迎来增长,整体规模将增至6000亿美元以上 现实情况略有偏差,市场确实实现了超过6000亿美元的增长 但这主要表现为人工智慧对半导体产品需求的拉动 而传统的消费电子、智慧型手机、汽车等需求仍然不足 反映到供应链上就表现为先进制程供不应求,成熟制程面临过剩 使得市场的增长只会及到了少数晶片大厂 多数中小企业依然在与弱势、库存作斗争 在这背景之下,晶片制造大厂对先进封装的关注度正在迅速提升 在研究机构Tech Insights对2025年的展望中 列举了中介层、小晶片、chiplet、面板机封装、吸光子、玻璃机板等热点技术 Tech Insights表示,先进封装将继续影响半导体设计和制造工艺 有助于在降低成本的同时优化功耗、效能和面积、PPAC 人工智慧的采用带动了高效能处理器与HBM封装的需求 进而增加了对西中介层的需求 目前,中介层是高效能封装的首选方法 台积电在11月举办的欧洲开放创新平台OIP论台上宣布 有望在2027年认证其超大版本的CoOS封装技术 该技术将提供高达9个眼膜尺寸的中介层尺寸和12个HBM4G一体堆栈 推进人工智慧和HPC晶片的设计 小晶片技术方面 英特尔代工在IEDM2024上展示了选择性层转移技术 这是一种异构集成解决方案 能够以更高的灵活性集成超薄小晶片 与传统的晶片到晶圆键和Check-to-Wafer Bonding技术相比 选择性层转移让晶片的尺寸能够变得更小 纵横比变得更高 这项技术还带来了更高的功能密度 并可结合混合件和Hybrid Bonding或融合件和Fusion Bonding工艺 提供更灵活且成本效益更高的解决方案 封装来自不同晶圆的小晶片 为AI应用提供了一种更高效更灵活的架构 西光CPU供封装的进展也值得关注 台积电在IEDM2024上发表的论文 展示了西光CPU集成技术的进展 介绍了一种用于宽频光引擎应用的 EIC Peak ChipNet集成的技术 新工艺流程实现了多行集成 与传统的宽频端面偶合器EC不同 当每行集成40到80根光纤时 该解决方案不受边缘桥区问题的影响 面板及封装方面 台积电预计将于2027年开始生产 辉达和三星等公司已采用FOPLP技术 不过FOPLP仍面临面板桥区均匀性成本及良率等挑战 其广泛的市场应用仍待时 至于玻璃机板的研发 英特尔 AMD 三星 SK 海力士等公司均在推动 英特尔是最早行动的公司之一 计划在2026年大规模量产玻璃机板 并已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设立专门研究机构 AMD跟进这一行业趋势 计划最早于2025年开发出采用玻璃机板的晶片 目前已开始对供应商提供的玻璃机板样品进行测试 三星电机已依启动玻璃机板研发及生产 测试产线预计将于2025年建成 SK海力士通过其美国子公司Epsolix 在佐治亚州投资3亿美元开发专用生产设施 计划在2025年实现量产原型机板 除了先进封装 预计2025年 晶片制造领域的表现仍将呈现两极分化 近来不断有关于争夺台积电5奈米4奈米 与3奈米产能的消息传出 就证明了这一点 而2025年晶片制造领域最受关注的 可能就是2奈米工艺的量产 以及围绕于此的晶片制造大厂间的角力 2奈米是半导体制造领域 一次重大的工艺节点演技 三大晶片制造厂均选择在这一节点上 引入了GAA全环绕炸机架构 相比传统的FinFET架构 GAA通过全方位包裹电晶体的炸机 实现了对电流的更精确控制 同时允许在相同的晶片面积内 集成更多的电晶体 从而提升了晶片的密度和效能 这对于需要高效能低功耗的应用场景尤为重要 目前全球晶片制造大厂台积电 英特尔三星均将2奈米工艺节点的量产时间放在2025年 按照台积电的规划 2奈米晶片将于2025年量产 A16制程的1.6奈米工艺将于2026年推出 有消息称 目前台积电2奈米的市产量率已超过60% 产能方面 台积电在高雄男子科学园区 兴建的2奈米晶圆一厂和晶圆二厂 预计分别于2025年第一季度和第三季度投产 市场方面 业界对2奈米表现出旺盛需求 苹果有望成为首批客户 iPhone 18 Pro的A20 Pro处理器 将采用台积电2奈米制程生产 英特尔 AMD 高通 联发科等也有意加快导入速度 英特尔也宣布 Intel 18A将于2025年开始量产 AIPC客户端处理器 Panther Lake和伺服器处理器 Clearwater Forest都将采用Intel 18A工艺 并有采用Intel 18A的首家外部客户 外界猜测为 博通也将在2025年上半年完成流片 三星电子也在加快建设 用于量产2奈米工艺的生产设施 据报道 相关设备已引入位于三星华城工厂的S三代工县 三星的计划是到2025年第一季度 安装一条月产能为7000片晶圆的生产线 三星还计划在评测二厂的S5 安装一条1.4奈米生产线 到2027年大规模生产1.4奈米 以追赶台积电 Intel押注Intel 18A工艺 这是其在半导体制造领域与台积电角力 重新争夺先进工艺化语权的关键一战 此前Intel制定了雄心勃勃的五年 四个节点5Y4N路线图 Intel 18A是其中最先进的节点 也是Intel的清新之作 被寄予厚望 Intel在Intel 18A工艺中 引入了Ribbon FET全环绕炸极电晶体架构 和PowerWire背面供电技术 PowerWire技术将地缘线移动到晶圆背面 优化了讯号路由 进一步降低了电阻 提高了能效 许多分析师认为 其能够与台积电的先进工艺相抗衡 甚至有可能在市场上实现反超 在这场技术角力中 Intel的成败不仅关系到自身的未来发展 也将对整个半导体的产业格局产生影响 如果Intel能够成功实现 Intel 18A工艺的商用化 并借此夺回先进工艺的话语权 那么它将有望在全球半导体市场中 重新占据一席之地 并开启一个全新的AI运算时代 不过对台积电来说 守住领先地位的关键之战 已经是积无悬念 因为2奈米在架构上的创新 电晶体密度的极大提升 是对材料科学 曝光技术 量率控制等多方面综合能力的极限考验 对手在这些方面往往经验不足 台积电正持续牢牢保持 其在高阶晶片制造领域的霸主地位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